关于过程的话,那么这一块会加重 而这个你要想,那也是个大的过程的问题 过程,这些在启动 那每次,我们还没做亚军就帮了 请大家给提出一些问题,一些建议 那这个,今天还有一些老师说 我们能不能够不光说我们提的问题和建议 就给我们列个名字和学校 怎么更多融进去,有很多话 我甚至想能不能上半年和亚军在讨论 我们能不能搞个寒假之前的集体被课 一人就讲一个案例,咱们跟你爸讲两天 讲完之后都分享,各自回学校 不把课也被忘了,你省了被课了 这件事我讲可以,只要咱们在国内的话 最早张立老师和我说过,说自然基金委员 观察农业那个领域特别好 大家互相抬,这好啊 然后我们就真实在创业的领域当中 经常大家会说同行相亲对吧 你们看创业谁相亲过,没有吧 都是互相跟太 大家共同把事都大,绝不都有好处 这一方面是一个好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给我提一些建议 最后一张 比如说吃好题吧 以后我还可以请大家留下问题 我们还可以交流的交流 比如说 如果我们面向综合性的 工程类的大事的混合上,你怎么设计 如果我们针对高职的学生等不同群体 你怎么来设计,创业怎么设计 那我建议大家呢 我乍起是跑了一些重创空间,看了卡过去 那么更多的,以前理解到的是 创业和专业结合起来 那现在要不转称到 与行业和区域结合起来 可能是挺好的事 还有一个 在今天互联网加的创业时代 创业龙坛是降低了 但是创业失败率会加大 创业失败率会加大 我99年在美国去过BYU 专门是看他的创业中心 那个主任和我说 喝两句 他说你要想做创业 在教育,在中国不可能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第一,中国政府不给重要铁铁铁铁铁 第二,在中国的话 失败,那是耻辱的事情 而且在一个公司失败了呢 还不允许到别公司兼职 他说失败是有价值 他说我们外的贴随创业成功的 没有一个没有经历过失败 这个如果说社会的人不愿说 不愿分享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 我们要带着创业 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分享吗 我们带着创业 我们带着创业在一块 我带院长 我也经历了很多挫折 我也敢带大家分享 所以这既然是价值的话 咱们有没有可能针对 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人 给他组织在一块 你可以帮助他呀 帮助他 但是要设计这个的话 先别说别的 你先想一想背后依据的理论是什么 你如果说背后没有那理论 那凭什么你开的是叫做针对创业失败经历 你就帮送他 那你也有毛病了 来训练 比如我们看到有听下午在写了一大堆这种 我们说的这种前卫西坎路 他就在做一个事 用这心理学的背后背后理论 来研究所学习 创业学习 为什么用这个呢 到底很简单 创业者可以自己干 他遇到失败 他是真疼 真背后 你在一个政府部门失败的话 你真背后 他还没力 然后他就发这个本子之后 他写了一堆东 哪个论文在我那个棚条上 就这么一个概念 不断的投 不断的投 那比如说失败学习理论 我这个我只是想一想 我也没这么多研究 然后我们在这次亚军他们 把技艺工业社会出版的 和这个相关的 都挪在这两个框 我回去我就去买教训那本 那个书 我去看看这个教训理论 他们总结的所谓八个经验 是光是经验 还是经验背后有总结出来什么 那不能光经验 光经验才有问题 所以这些在结块起来 就有个小的思考 你给大家 我是一个比较实在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把我所想的就是都和他 告诉大家 为什么出那个PPT 那个PPT 能用还是没有 不重要 而是说 不管你怎么设计 只要是背后有一些理论 教育这方面多去琢磨这些事情的话 怎么设计出来 都有共同力 这就是咱们可以交流的心态了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 关注我们的那个公共号 那个号上是绝对不拔 转载的容器 只是必须原创 就是难改创业 谢谢 张老师这边还有十几分钟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们那个给张老师提一下 他不仅是自己教创业 他还带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团队 他还在管一个这样子 创业这个特色的一个商区院 所以我们 周围老师有没有在 就自己的这个教学啊 还有这种教创业 跟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发展 一些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 也可以评论 这个批评都可以 张老师 很想知道这个创业研究 你因为在国内是这个 这个创业研究最早和最好 创业研究这一块 你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我们出了这么多的情络 好 周围老师谢谢 我首先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不会做这个社科基金的科技 我也申请好几次都不批 而且套路不一样 虽然在基金 他是不断的 他总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要挖掘管理问题当中的科学问题 所以在我们那个团队当中 大家 就是问题导向问题导向 几乎就会耳朵欺减 以前比如说博士论文写到了二十多页 也还不知道说要研究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要求两页之内就要说 而且这个问题至少是带问号的句子 我们多数说的研究问题是研究的一个限量 比如说工资发放和绩效关系 这个前提就认为 假设的话就认为它俩有联系 但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工资发放的方式 会影响绩效吗 那么就像胡适还说在无疑自处的存疑 对人是在有疑自处 什么无疑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 就是如果说方法 方法论的话 第一个 不断的挖问题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看有趣的问题 有趣的问题是反差大的问题 第二是深入的问题 我们问一个问题就尝试的回答 给答案 然后不断的问问题 那一个个问 等到问二十个问题的情况下 可能会发现原来的问题也不是问题 或者说 我们发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 第二个呢 嗯 逻辑 逻辑 就是我们一段 在一段当中 说三句话 保持有逻辑 我只能做到 你写三段下来就没有联系了 这是很很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 所以有人在说 我们现在培养博士 要让他们去做研究 发表论文 但是有多少佛学生 根本连形式逻辑都没有上的 我就觉得这种质疑也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所以说服力的强是一个 逻辑的问题 那第三个方面 我们所有研究其实问题 一个是来自于 学科发展前沿 一个是 重大的社会需求 那学科发展前沿方面 比如说 我们在 洪志他们 介绍这本书 在翻译的时候 我说你把第一章给我看一下 我特别喜欢他的第一章 去说创业研究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特质论 第二个阶段是过程 过程就是管理的创业化 那句话给我刺激太大了 你就是说 那不是按照刚才的过程 融资啊 机会发现 而是创业技巧 创业组织 创业领导 创业控制 行不行 也没有什么样的气 对不对 所以他说 那个是管理的创业化 那接下来 他们在关注认知 也就是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可能一个心理论 但这个部分呢 面临最大问题 是我又不搞心理论 所以我们 专门去梳理了 一百二十多篇论文 看着作者 背景之类 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是 管理的学者 而不是心理学 所以我们才有底气 要不真正完全是心理学的 我也练习不了 那就举这种小例子 我们这样的感受 然后再花时间 就是像自然基金的课题 那样的课题 没有商业的时间 我就说 不要轻易地教 你教 你弄不出来 真的 希望这个有点提到 谢谢 您是要举手是吧 您好 张老师更好 您好 我们是 我们合不合适 我就是说 那个 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 它是这个 后MBA的一个会议 当时呢 也是有这个 很多嘉宾 然后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问题就是说 现在呢 在不同的这个 互联网创业的这个行业 在不同的这个行业 都已经有这个创业的成功的领军人物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在我们高校 比如像你们的团队 还有这个 您的这个合作的伙伴团队 比如像是这个 浙大 像清华 北大 像极大 像这个中山大学 然后您 您们也是在这个创业这个领域 也开始在不同的模块 已经有了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些 教学和科研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学校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能够有我们的这个 教学和科研的这样的一些创业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这种广泛的创业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 教学和科研的一个延伸 然后呢就是这个平台 怎么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平台 来继续我们这样的一些 试业 问题可能有点坏 没事没事 听到我 听到我 谢谢蒋老师 好 石老师 第一个我觉得 其实天津工业大学和南海大学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要追求特色和质量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所以所谓特色和质量 在中国我觉得我们特别容易把人分等 排名 学科排名 评估 重要人物就分等 我为什么说这个不是在这里和大家说 其实 你比如说工业大学 我知道你们有魔技术 这是你们非常强的 然后呢我前段时间 我上回来举个例子 四川美国学校 他那个呢搞创业就非常有特色 我假期真的看了一个天津商务高职业学校 他也搞中创工间 因为天津是规定是每个大学和高职业校都要有一个中创工间 他也搞 而且给钱他干嘛不做 那他搞什么呢 他搞商务秘书 他搞这个事 他把它和商务为结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创业和行业和专业和行业和区域结合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探索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那是童友凡老师和我说 我觉得也有很大喜发 所以你们如果拿EAP这个项目来看的话 有几个 第一个 一定要说南开办法就要有南开的特色 那第二呢 一定要有筛选的机制 筛选的机制 今天上次孙老师说到 美国的高校教师区 是因为他对教师的筛选就很严格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每个 每年我们会有这样大的活动 大家相互的交流就好 但同时咱们就聚焦一下 取决于 既然创业是一种设计 那么你们的项目 和我们一样都存在设计 设计怎么和我们的学校 和我们的区域 结合起来 和我们的文化 打造一个特色 定下的特色 你就死抠质量 我觉得干几年 你也就踏实了 自己一样有信心了 那还怕啥 你就保证把它做好 好吧 谢谢老师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我说 你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的 那些东西的 我本人 不是找识证 但是对创业很感兴趣 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除了这种 识证的方法以外 您认为创业研究团队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之前呢 我就想用扎根理论 Grandi的theory去找其他的样本 特别是比如说我在兰州 在兰州的少数民族创业 公司林创业里面 非常兴趣 那么我就找很多样本去做法 按照扎根理论的方法去做 但是呢 现在很没有底气 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呢 好像跟主流 这个不属于主流啊 就是很学法提起啊 再比如说呢 要从定义 就是其他地方 比如说用那个 cooperative 对 就是从那个合作博弈的方面 做一些定义 这个模型研究 但是呢 我就发现了这个确实很难 得到这个 咱们专家的一些认识 所以我也想一过想 就是您对这个创业研究的 研究方法去看 好 好 谢谢您 真正在研究方面的话 您可以问江云光 这个熊泽他们 这是年轻人的 更有优势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不管做什么研究 其实都是在所谓做 丰富的贡献理论 对吧 那理论什么 这是叫做金山脚 理论就衡量它的话 要具有普世性 如果我们写一篇案例论文 最后说这个案例得到的启发 就对自己有帮助的话 那你不要来打扁 你可能这个案例呢 应该带来是 对什么样的研究也帮助 应用范围越宽 你的价值越大 第二个 它一定要准确 因为它背后要有印度的关系 尽管解释力度可能只有10% 现在已经长不到所谓 绝对的一种 对吧 那第三个呢 简介 简介 所以为什么 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色点的话 至于你用案例也好 扎作理论也好 比如说历史事件分析 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语言 就是语言那种什么扣定文 比如沙拉斯就用这一套 我觉得那个呢 像谭敬东老师说的 是锤子和音子的问题 毫无疑问 有些比如说是探索性的话 你用实证可能就很难 但如果说这个事可以 就是可以大科研验证的话 也没必要大科 但是所有的规矩到一类 有一个人在说 说体育部老师还需要做科研吗 我觉得不对 体育老师怎么就不应该做科研了 像刘翔 第一个来是八部和七部 那多么人认为研究对吧 但是研究和规定 就是要发表论文 像雄子也说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 如果你就是会发表论文 这是一种思考 如果你就要是一种这样的基金 我告诉你 网上有很多朋友来分享 包括我们会审的这些成员 都有人出来写下来 比如说不能有证别字吧 这是最简单的事 你准备字 你都不认真 同时我给你分身 这个探索性 谁也不知道有结果 我只能给认真的人 我的风险就消灭了 对不对 这个钱也不容易打水道 那你准备字的点钱 你画个图呢 都不能 然后你说 你再联系 你的文献呢 没有一片的水星 然后如果说 你做交易成本理论 合适的文献都没有 那你还跟着什么 对不对 所以那是技巧的问题 技巧的问题 要不要再来说 定量的研究 我认得很好 但是更难 就是定性的 自发研究 因为要做出来 量化的国际 因为数学什么是美学啊 数学它不就是公式 它那个推导的话 它是逻辑 所以有人说 这个跨学人完全就物理了 物理人就完全数学了 数学人就完全哲学了 哲学人就完全就到宗教了 他老是有他们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叫方法 方法论 Message道理这样 Message 这一个字有差别 你看到背后是 我认为 具体没有哪个方法 只有现在来发分析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 他们 他们 我认为道理是 好 那个 我们那个 给张老师 给我们 节省出来两分钟吧 那个 接下来 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张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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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